深夜,太空军的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中,张北海推开面前桌面上的工作部和文件,站起身来,扫视了一下会场上面录卷容的军官们,喘向常伟司。 首长在汇报工作之前,我想先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军领导层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重视不够,比如这次会议,在已成立的六个部门中,政治部是最后一个汇报工作的, 这意见我接受,常伟司点点头,军种政委还没有到职,政工方面的工作由我监管,现在各项工作都刚刚展开,在这方面确实难以太多顾及,主要的工作还得靠你们具体负责的同志去做。 首长,我认为现在这种状况很危险,这话让几个军官稍微集中了注意力,张北海接着说,我的话有些尖锐,请首长包汉,这也是因为开了一天的会。 现在大家都累了,不尖锐没人听,有几个人笑了笑,其他的与会者仍沉浸在文卷中,更主要的是我心里确实铸击,我们所面临的这场战争,抵我力量之悬殊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太空军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失败主义,这种危险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失败主义蔓延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军心不稳。 而是可能导致太空武装力量的全面崩溃。 同意,常伟司又点点头,失败主义是目前最大的敌人,对这一点军委也有深刻的认识,这就使得军种的政治思想工作肩负重大使命。 而太空军的基层部队一旦形成,工作将更复杂,难度也更大,张北海翻开工作部,下面开始工作汇报。 太空军成立一时在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纸单元总体思想状况的调查了解。 由于目前新军种的人员较少,行政层次少,极够简单,调查主要通过座谈和个人交流,并在内部网络上建立了相应的论坛。 调查的结果是令人忧虑的,失败主义思想在部队普遍存在,且有迅速蔓延扩大的趋势,为敌如虎,对战争的未来缺乏信心,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态。 失败主义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盲目的技术崇拜,轻视或忽视人的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 这也是近年来部队中出现的技术制胜论和维武器论等思潮在太空军中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思潮在高学历军官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部队中的失败主义主要由以下表现形一,把自己在太空军中的使命看作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在工作上虽然尽心尽职,认真负责,但缺少热情和实敏感,对自己工作的最终意义产生怀疑。 二,消极等待,认为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太空军只是空中楼阁,所以对目前的工作重点不明确,仅满足于军中组建的事务性工作,缺少创新。 三,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求借助冬眠技术使自己跨越四个世纪,直接参加最后决战。 目前已经有几个年轻同志表达了这种愿望,有人还递交了正式申请,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渴望投身于战争最前沿的积极心态。 但实质上是失败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对目前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于是军人的尊严成了工作和人生中唯一的支柱。 四,与上一种表现相反,对军人的尊严也产生怀疑。 认为军队传统的道德准则已不适合这场战争,战斗到最后是没有意义的,认为军人尊严存在的前提是有人看到这种尊严,而这场战争一旦失败,宇宙中将无人存在。 那这种尊严本身也失去了意义,虽然只有少数人持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消解太空武装力量最终价值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 说到这里,张北海看看会场,发现他的这番话虽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仍然没有扫走笼罩在会场上的困倦,但他有信心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改变这种状况。 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失败主义在这位同志身上有着很典型的表现。 我说的是无约上校,张北海把手伸向会议桌对面无约的方向,会场中的困倦顿时一扫而光,所有与会者都来了兴趣, 他们紧张地看看张北海,再看看无约,后者显得很镇静,用平静的目光看住张北海。 我和无约同志在海军中长期共事,相互之间都很了解,他有很深的技术情节,是一名技术型的,或者说工程师型的舰长,这本来不是坏事,但遗憾的是他在军事思想上过分依赖技术。 虽没有明说,但在潜意识中一直认为技术的先进性是部队战斗力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忽视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特别是对我军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中所形成的特有优势缺乏足够认识,当得知三体危机出现时,他就已经对未来失去信心,进入太空军后。 这种绝望更多地表露出来,无约同志的失败主义情绪是如此之重,如此跟身体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的希望,应该尽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部队中的失败主义进行遏制。 所以,我认为无约同志已经不适合继续在太空军中工作,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无约的身上,他这时看着放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上的太空军军灰,仍然显得很平静,发言的过程中,张北海始终没有向无约所在的方向看一眼。 他接着说,请首长,无约同志和大家理解,我这番话只是出于对部队目前思想状况的忧虑,当然,也是想和无约同志面对面进行公开的,坦诚的交流。 无约举起一只手请求发言,常伟斯点头后,他说,张北海同志所说的关于我的思想情况都属实,我承认他的结论,自己不是台继续在太空军服役,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会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有几名军官看住张北海面前的那个工作部,猜测起那里面还有关于谁的什么。 一名空军大笑起身说道,张北海同志,这是普通的工作会议,像这样涉及个人的问题,你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向组织反映,在这里公开讲合适吗?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众多军官的附和。 张北海说,我知道,自己的这番发言有为组织原则,我本人愿意就此承担一切责任,但我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须使我们意识到目前情况的严重性。 常伟斯抬起手制止了更多人的发言,首先,应该肯定张北海同志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失败主义在部队中的存在是事实,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 只要抵我双方悬殊的技术差距存在,失败主义就不会消失,靠简单的工作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另外,我也同意刚才有同志提出的,涉及到个人思想方面的问题。 以沟通和交流为主,如果有必要反应,还是要通过组织渠道。 在场的很多军官都成了一口气,至少在这次会议上,张北海不会提到他们了。 逻辑想象住外面云层之上无边的暗夜,艰难地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不知不觉间,他的思想集中到他身上,他的英容笑貌出现在昏暗中。 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冲击住他的心扉,接踵而来的,是对自己的鄙视,这种鄙视以前多次出现过,但从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你为什么现在才想到他,这之前,对于他的死,你除了震惊和恐惧就是为自己开脱,直到现在,你发现整个事情与他关系不大。 才把自己那比金子还贵重的悲哀给了他一点,你算什么东西可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飞机在气流中微微起伏住。 罗吉躺在床上游在摇篮中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在婴儿时睡过摇篮,那天在父母家的地下室,他看到了一张落满灰尘的铜床,床的下面就安装有摇篮的胡鞘。 现在,他闭起双眼想象住那两个为自己轻推摇篮的人,同时自问,自你从那张摇篮中走出来直到现在,除了那两个人,你真在乎过谁吗? 你在心灵中真的为谁留下过一块小小的但永久的位置吗? 是的,留下过。 有一次,罗吉的心被金色的爱情完全占据,但那却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 所有那一切都是由白容引起的,他是一名写青春小说的作家,虽是业余的但已经小有名气,至少他拿的板税比工资要多。 在认识的所有异性中,罗吉与向荣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最后甚至到了考虑婚姻的阶段。 他们之间的感情属于比较西通常见的那类,谈不上多么投入和铭心刻骨。 但他们认为对方适合自己,在一起轻松愉快,尽管两人对婚姻都有一种恐惧感,但也都觉得负责的做法是尝试一下。 在白容的要求下,罗吉看过了他的所有作品,虽谈不上是一种享受,但也不像他描过几眼的其他此类小说那么折磨人。 白容的文笔很好,情历之中还有一种他这样的女作者所没有的简洁和成熟,但那些小说的内容与这文笔不相衬,读住他们。 罗吉旁扶看见一堆草丛中的露珠,他们单纯透明,只有通过反射和折射周围的五光石色彩显出自己的个性。 他们在草椅上滚来滚去,在相遇的拥抱中融合,在诗意的坠落中分离。 太阳一升高,就在短时间内全部消失,每看完白容的一本书,除了对他那优美的文笔的印象外。 罗吉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些每天24小时恋爱的人靠什么生活? 你真相信现实中有你写的这种爱情? 有一天罗吉问,有的,是你见过还是自己遇到过? 白容接着罗吉的脖子,对住他的耳根很神秘的说,反正有的。 我告诉你吧,有的,有时,罗吉对自容正在写的小说提出意见,甚至亲自帮他修改。 你好像比我更有文学才华,你帮我改的不是情节,是人物。 改人物是最难的,你的每一次修改对那些形象都是点睛之比。 你创造文学形象的能力是一流的,开什么玩笑,我是学天文出身的。 王小波是学术学的,在去年白容的生日,他向罗吉要求一个生日礼物。 你能为我写一本小说吗? 一本,不少于五万资吧。 以你为主人公吗? 不,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画展,都是男画家的作品,画的是他们想象中最美的女人。 你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修心目中最美的女孩,你要完全离开现实去创造这样一个天使。 唯一的一句是你对女性最完美的梦想,直到现在,罗吉也不知道白容这要求到底是什么用意。 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表情好像有些狡猾,又有些犹豫。 于是,罗吉开始构思这个人物。 他首先想象他的容貌,然后为他设计医者,接着设想他所处的环境和他周围的人。 最后把他放到这个环境中,让他活动和说话,让他生活。 很快,这事变得索然无味了,他向白容述说了自己遇到的困境。 他好像是一个提线木偶,每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来自于我的设想,缺少一种生命感。 白容说,你的方法不对,你是在作文,不是在创造文学形象。 要知道,一个文学人物十分钟的行为,可能是他十年的经历的反应。 你不要局限于小说的情节,要去想象他的整个生命,而真正写成文字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罗吉赵白容说的做了,完全抛开自己要写的内容,去想象他的整个人生,想象他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 他想象他在妈妈的怀中吃奶,小嘴使劲顺住,发出满意的误声。 想象雨中漫步的他突然收起了伞,享受着和雨丝接触的感觉。 想象他追一个在地上滚的红色气球,紧追了一步就摔倒了,看住远去的气球哇哇大哭。 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刚才迈出的是人生的第一步。 想象他上小学的第一天,孤独地坐在陌生教室的第三排。 从门口和窗子都看不到爸爸妈妈了,就在他要哭出来时,发现临桌室幼儿童的同学高兴地叫起来。 想象大学的第一个夜晚,他躺在宿舍的上铺,看住路灯投在天花板上的树影逻辑,想象出他爱吃的每一样东西。 想象他的衣橱中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样式,想象他手机上的小事物,想象他看的书,他的灵皮寺中的音乐,他上的网站,他喜欢的电影,但从未想象过他用什么化妆品。 他不需要化妆品逻辑像一个时间之上的创造者,同时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空编织住他的人生。 他渐渐对这种创造产生了兴趣,乐此不疲。 一天在图书馆,罗吉想象他站在远处的一排书架前看书,他为他选了他最喜欢的那一身衣服,只是为了使他的娇小身材在自己的印象中更清晰一些。 突然,他从书上抬起头来,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冲他笑了一下,罗吉很奇怪,我没让他笑啊,可那笑容已经留在记忆中,像冰上的水渍永远擦不掉了。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天夜里,这天晚上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在温暖的宿舍里,罗吉听着外面狂风怒吼,盖住了城市中的其他声音,打在玻璃上的雪花像沙粒般啪啪作响,向外看一眼也只见一片雪尘。 这时,城市似乎已经不存在了,这一桩教宫宿舍罗似乎是孤立在无际的雪缘上,罗吉躺回床上,进入梦乡前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鬼天气,他要是在外面走路该多冷啊? 那接着安慰自己,没关系,你不让他在外面,他就不在外面了。 但这次他的想象失败了,他仍在外面的风雪中行走柱,像一株随时都会被寒风吹走的小草,他穿住那件白色的大衣,围着那条红色的围巾。 飞扬的雪尘中也只能隐约看到红围巾,像在风雪中挣扎的小火苗,罗吉再也不可能人睡了,他起身坐在床上,后来又披衣坐到沙发上,本来想抽烟的,但想起他讨厌烟味,就冲了一杯咖啡慢慢的喝着,他必须等他。 外面的寒夜和风雨揪住他的心,他第一次如此心疼一个人,如此想念一个人,就在他的思念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时,他轻轻地来了,娇小的身躯裹着一层外面的寒气,清凉中却有股春天的气息,他刘海上的雪花很快融成晶莹的水柱,他解开红围巾,把双手放在嘴边喝住,他握住他纤细的双手,温暖住这冰凉的柔软,他激动地看住他, 说出了他本想问候他的话,你还好吗,他只是笨拙地点点头,帮他脱下了大衣,快来暖和暖和吧,他扶住他柔软的双肩,把他领到壁炉前,真暖和,真好他坐在壁炉前的毯子上,看住火光幸福地笑着, 妈的,我这是怎么了,罗吉站在空荡荡的宿舍中央对自己说,其实随便写出五万字,用高档铜班纸打印出来,PAC个极其华丽的封面和飞叶,用专用装钉机装钉好,再拿到商场礼品部包装一下,生日那天送给白荣不就完了吗, 何至于现得这么深,这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双眼湿润了,紧接住他又有了另一个惊奇,壁炉,我他妈的哪来的壁炉,我怎么会想到壁炉,但他很快明白了,他想要的不是壁炉,而是壁炉的火光,那种火光中的女性是最美的,他回忆了一下刚才壁炉前火光中的tub,别再去想她了,这会是一场灾难,睡吧,出乎逻辑的预料,这一夜他并没有蒙到他, 他睡得很好,感觉单人床是一条漂浮在玫瑰色海洋上的小船,第二天清晨醒来时,他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根尘封多年的蜡烛,昨夜被那团风雪中的小火秒点燃了,他兴奋地走在通向叫雪楼的路上,雪后的天空灰蒙蒙的,但他觉得这比万里晴空更晴朗,路旁的两排白羊没有挂上一点雪,光秃秃的直指寒天,但在他的感觉中, 他们比春天时更有生机,逻辑走上讲台,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又出现了,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一片空座位中只有他一个人,与前面的其他学生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他那件洁白的大衣和红色的围巾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只穿住一件米黄色的高领毛衣,他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低头翻课本,而是再次对他露出那雪后朝阳般的微笑, 逻辑紧张起来,心跳加速,不得不从教室的侧门出去,站在阳台上的冷空气中震惊了一下,只有两次不是论门打变时他出现过这种状态,接下来逻辑在讲课中尽情地表现出自己,旁征不已,激扬文字,净使得课堂上出现了少有的掌声,他没有跟住鼓掌,只是微笑着对他汗手, 下课后,他和他并肩走在那条没有临音的临音道上,他能听到他蓝色的靴子踩在雪上的吱吱声,两台冬天的白羊静静地倾听住他们心惊的交谈,你讲得真好,可是我听不太懂,你不是这个专业的吧? 嗯,不是,你常这样去听别的专业课吗?只是最近几天,常随意走进一间讲课的阶梯教室去坐一会儿,我刚毕业,就要离开这儿了,突然觉得这儿真好, 我挺怕去外面的以后的三四天里,罗吉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在一起,在旁人看来,他独处的时间多了,喜欢一个人散步,这对于白羊也很好解释,他在构思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他也确实没有骗他,新年之夜,罗吉买了一瓶以前自己从来不喝的红葡萄酒,回到宿舍后,他关上点灯,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点上蜡烛,当三只蜡烛都亮起时, 他无声地和他坐在一起,你看他只住葡萄酒瓶,像孩子般高兴起来,怎么,你到这边看吗,蜡烛从对面照过来,这酒真好看,浸透了烛光的葡萄酒,确实呈现出一种只属于梦境的晶莹的深红,像死去的太阳,罗吉说,不要这样想了,他又露出那种让罗吉心动的真挚, 我觉得他像晚霞的眼睛,你怎么不说是朝霞的眼睛,我更喜欢晚霞,为什么,晚霞消失后可以看星镜,朝霞消失后,就只剩下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了,是,是啊,他们谈了很多,什么都谈,在最琐碎的话题上他们都有共同语言,直到罗吉把那一瓶晚霞的眼睛都喝尽肚子为止,罗吉晕呼平地躺在床上, 看住茶几上即将燃尽的蜡烛,烛光中的他已经消失了,但罗吉并不担心,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长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请不要吝啬的,记得订阅这个频道,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木钩哦